所以我們去鬼屋或廢墟探險 也是不能直呼名字的 都是叫錯號 或是你很討厭誰 你像我可能去鬼屋 我就一直喊著 風德 風德 我是陳風德啊 陳風德啊 我是陳風德啊 有事找我陳風德 在命案現場陳風德 那或許有一天 你可能就會 睡覺睡覺半夜 不會吧 我根本沒有去啊 我叫你的名字啊 不要試試看吧 趕緊我去試試看吧 把你八隻寫下來 滿地傻這樣 沒必要這樣吧 我們回到你前面講的那個故事 所以你女朋友後來 真的就這樣放下了嗎 他也沒有再遇過類似的事情 呃後來沒有 但是後來是他的姊姊碰到 姊姊也碰到 我處理一個那個上吊女生 跑去找他姊姊 你怎麼老是帶的 欸不對 那今天會不會換我們兩個帶啊 學學生 我們待會去 能跟一個啊 對 突然間跟到一個 然後叫我拜託 靠腰啊 只是錄個影啊 不要找我啊 你剛一直叫什麼 你剛一直叫我本名 芬芳 芬芳 鄭坎啊 不是不是 鄭坎啊 蘇自縣 叫我蘇自縣 阿仙就好 嘿 我在發現場 大家順直集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許框 我是主持人 陳峰德 2023年的農曆七月呢 在本集上架之前 早就已經來到了 不過因為我們的排程 華山分世案的關係 沒有辦法在鬼門開的第一時間 就帶給聽眾們 鬼月的相關題材 不過這也不要緊 該來的終究會來 鬼月特輯這不就來了嗎 先來歡迎本集來賓 是周圍記者錯別字 大家好 我是林育錯別字的主持人 錯別字賴政凱 以及這個限職警察 布林槓 布林槓你好 嘿大家好 我是布林槓 脫兩位的福啦 今天是我們少見的三人合體錄音啊 應該說我沒想過我們三個人 三個湊男生會坐在這邊 好刺激啊 三個人 真是特別祝賀 想說也不是要聊色 你剛剛就想講三批 但後來收住了 結果是要聊鬼 就是我也很期待說 我們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 不過其實不說不知道 我也是在剛剛才知道說 其實錯別字跟布林槓 你們兩個人 在今天錄音之前你們就互相認識了是不是 對 我們之前是在臉書上面 就是他有留言啊幹嘛 然後瞎好友啊 就聊一聊 他就有出書嘛 他有出一本布林槓的書 然後也是在講靈異方面的 那我就覺得說 就是都是靈異界的一些朋友 然後分享一些心得 都是鬼界之友 對 但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今天聽到說 原本今天沒有打算來 太累了 上陳鋒德節目講一些幹話 我真的覺得也沒什麼精力 收穫 對 可是聽到說 欸 布林槓要來 我覺得要來 就認識一下這個 當面見一下網友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我太感動了 布林槓 好險你有來 不客氣 那布林槓是怎麼樣認識到說別字的 算是就是像他講的 也是網友啦 臉書上認識的 然後其實我是他的粉絲 我就要開車啦 或是執勤的時候 也會聽他的鬼故事 是在YouTube上面看 用聽的就對了 對 聽他的故事 感動 點擊率靠你們了 我們都有貢獻一好不好 都有貢獻的一 謝謝 記得按讚喔 我們目前正值鬼月嘛 那我發現說 其實不管是在 臉書啊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 最近都多了很多一些直播 那這些直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都是跟 鬼有關係的 對 比如說會去一些廢棄的 或者是遊樂園啊 泳池啊 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去那邊直播 像這樣找鬼的一些直播 特別是你有研究過嗎 這不是研究 這已經是我工作之一了 你工作也要去找鬼嘛 對 我就找鬼記者 但是這個的危險性 其實你光想就知道很高 對 我們不要講說 會不會跟另外一個空間得罪之類 我們就光講現實層面 那邊沒什麼人 然後有可能一不小心 你跌倒了也不知道 沒人救得到你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以現實層面來講 那邊有可能會常像通氣飯 這是事實啊 因為我們之前去的時候 有過流浪汗 我們之前去過一個旅館 然後就看到有啤酒 米 高粱 花生 還有吃過了肯德基桶 那肯德基桶 你開始發現是最近推出的這個套餐 後來我們就仔細回想 流浪汗應該不會吃這麼好 那不然是誰吃的 但是我們就想說 怎麼會吃這些東西 會不會有可能是通氣飯 如果今天他在逃命 嗯 一群白癡拿著直播說 欸 這邊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拍到他了 他兩顆子彈下去 反正他背了人命 他無所謂 所以其實現實層面的危險性 是很高的 那除了這之外 他們又流行在鬼月期間 也去來直播 這因為就是感覺說 畢竟鬼門開嘛 所有的好兄弟都出來放暑假了 那在這種集英之地啊 簡稱陰地的這個地方 對不對 他們會不會再更容易遇到鬼 就是有些人在找尋的部分 是比較有一點冒犯的 就是去觸犯禁忌啊 我要拍到你啊 我要你現身啊 那我們這邊是比較屬於以理相待的 先打個招呼 然後稍一點紙錢 跟你們說我們是來拍攝影片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出來一下這樣吧 對 那如果您不方便也沒關係 你就做您的事情 我們這邊兜個一圈就離開 所以我們就其實有一些是真的 在網路上面 他們是很彩虹線在做這些事情 他們可能就是到現場不禮貌 亂翻東西 或者是說有可能就是口出惡言 那當然有一些可能現場就會 燒一些什麼符咒啊 畫一些什麼符啊 然後帶一些感覺 好像可以引鬼出現的東西 他們認為啦 來做這些比較娛樂性的效果 但其實很多時候這種 很彩虹線的這種做法 我們自己看都會覺得膽戰心境 你妹 我會覺得怕怕的 對 就是我們這一派的人就覺得說 哇 你這樣第一不尊重 第二就是真的是太挑釁了 但是他們有他們的客群 他們的客群就認為說 這樣才刺激啊 我就是想看這種 最好就出來把他們嚇得魂飛魄散 對 我就是要看這個東西 你們錯別字這種小孬孬 什麼都不敢 瞧不起你 他們是喜歡這種膽子大的 所以客群不同啦 所以也沒有說誰對誰錯 OK 那這些類型的直播 如果大家在鬼月期間想要追求刺激的話 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啦 或是我覺得可以請封德到現場去做這樣子的直播 請我不要 加一把他刷起來 加一加一加一 要封德自己去鬼屋探險的做pocket 我們就加一的刷起來 好不好 我會嚇到 嚇到尿褲子 這是觀眾要的啊 觀眾不就是想看你尿褲子嗎 感覺很精彩 我是很膽小 雖然我不太信 但是我又很膽小 我很矛盾 我對於這種靈異的事情 我是很矛盾的一個人 那柏林剛你認為呢 你覺得鬼真的真實存在嗎 你對鬼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對這個東西原本是很貼詞不信邪的 我非常的無神論 但我工作之後呢 才漸漸的感覺的到 然後甚至看得到 那請問我們這邊這個房間 目前沒有 有的會 千萬不要講 你不要突然定格 在你後面 他不能定格 他定格我們就 定格我們跟他說好 一個人罰了一百 好那其實 國月期間 柏林剛也是辦過一些案件 那有沒有一些 也是讓你覺得很難忘的一些案子 我之前辦一個案子就是 那時候在處理刑事相宴 刑事的死亡案件這樣 那處理完到一半 我的女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說 你現在是不是在處理一個女生啊 然後他長怎麼樣 長相怎麼樣 年紀怎麼樣 然後大概什麼特徵這樣 我說沒有 你怎麼這樣子問 他說 他就是夢到有一個女生 全身死他大距倒 他就是講說 我有些案子想要跟你說這樣 那我叫什麼名字 他長怎麼樣 什麼特徵 非常非常的清楚 希望男天友可以好好的幫我辦理 好好的處理這樣 那他就被嚇醒了 你也非常的真實 好像莉莉在目一樣 他是在夢中就直接講到說 希望你男朋友可以去幫他 對對對對對 那他馬上跟我講 馬上打給我 我說沒有欸 我沒有處理這個案子 就到了隔天嘛 早上大概七點多 電話響起來 說在我們車區內 某個大牌卡一個服飾這樣 那我就是跟同事 制服檢查去前場看 欸就是撈起來是一個女生 那個長相啊穿著啊特徵 跟我女朋友講的那個一模一樣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就處理完了 死因當然就是他自欺而死嘛 那是溺水這樣 我女朋友就因為這樣子 好像常常頭暈 然後嘔吐 睡覺也睡不好 都會做噩夢 可是我聽到這邊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會指明要找你 而且為什麼會跑去找你女朋友 對啊 這個問題就來了 後來我帶我女朋友去看醫生 醫生說沒有你這個可能就是身體太虛 還是需要休息這樣 睡個底天就沒事 可是沒有沒有好轉 反而越來越嚴重 哇 後來我們只好把她帶去手機 去給那個師父處理 陽氣被吸乾了 應該是 那去手機之後那個老師法師就說 這個女子啊 那跟你有一些淵遠這樣 她希望你可以幫她 好好的處理這個後續的 香菸的部分 我也沒有找我 是因為她那時候看到 我身上是戴著那個錦帽的 對她會害怕我們的那個 正氣錦灰這樣 她就觀察說誰跟我最親近 欸 是我女朋友 然後我女朋友剛好又比較虛 可能那時候輪班什麼 人家睡飽 趁虛而入 趁虛而入 對對對 就直接去找她這樣 然後請她偷話給我 你女朋友知道你辦完這個案子 而且還真的找到了一模一樣的人 她沒有覺得怪怪嗎 她超級無敵害怕 她還跟我說以後拜託不要去找我 請去找別人這樣 公開讓她去找別女的 你找我 好迷你的女友 辦完案件之後你先去找一下 花個一千五兩千這樣子 帶回來找她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對不起搞錯 搞錯搞錯 我以為這個節目就是往這個取向走 沒有沒有 我們剛剛這時候不是聊適的 我有遇過類似的案件 也有 對但我對不起我常常到處亂講鬼故事 我已經忘記我有沒有在這邊講 有的話不好意思觀眾 這欣購再多聽一次 不是亂講到處講 到處講 那個就是我們中天有個記者 叫李孟章 把名字直接講出來 他就是說有一次他去辦一個案件 在台中的頭便坑那邊 有一個火燒車事件 你也知道記者就是在那邊打稿 中午要發稿 火燒車那要怎樣 突然間他那個廣播傳來說 後車廂有一個女教師 你是不是就馬上就覺得不對勁 這一定是兇殺 如果我記得跳起來抓著機器就往外跑 到了現場之後 因為各家都已經到了 然後架了 你只要架腳架 然後開始拍 然後連線 所以各家就搶快 所以那時孟章哥 他是攝影 他就聽到他的搭檔叫老掰 然後老掰就很緊張 就一直叫說 李孟章 快點過來 要拍了 李孟章 然後孟章哥就有點美頌 大體還在這 然後命案現場直戶的名字 他就死個眼神 然後老掰就覺得 啊幹 但拍誰這樣 他就說 拍誰拍誰 剛剛不應該這樣直接叫你 後來就結束這場拍攝之後 他就回家 回家知道 先去找女朋友 然後去他家吃個晚餐 幹把他煎個麵 然後回去 後來第二天 他女朋友一早就打給他 可是基本上你應該知道 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基本另一半不會在上班打給我們 如果他是個合適的伴侶的話 所以你之前遇過不合適的三餐場 不是 如果通常這種結稿時間打來的 就是會接受到我們比較暴躁的情緒 對 就是你要報告的時候你要打來 接起來他女友就匹配給我就說 你昨天去哪裡啊幹嘛的 他說沒有 我昨天不是下班就去你家 然後我就回家什麼的 他說你是不是昨天有去跑一件命案 然後他說那女生怎樣怎樣的出現 然後孟章哥就說 你不要想太多不太可能 但那女兒講了一件關鍵字 他說那女兒在我床頭重複一句話 孟章快來拍 快來拍 就跟老掰當時在現場 命案講一模一樣的話 就老掰不是那時候就喊 你孟章快來拍 他說那個女的在我床頭一直講著 孟章快來拍 然後他就整個嚇到說 我沒有跟我女友講過這件事 更沒有提到說 老掰在現場講過這件話 這個女鬼竟然出現 聽到了 對 然後就一直repeat 然後就跑去找他女朋友 那怎麼辦 後來就跑去家裡一樣拿箱 拜拜說 不要找我啊 我是記者要找找警察 然後拜拜說的話 這件事就結束了 哦 所以這件事可以反映到 在現場不能夠亂叫 名字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嗎 是有道理的啊 因為他會跟著你走 但是他跟著你就像 他因為是警察 像孟章哥可能正氣也很重 對 他不會跟在你身上 但他會不會帶去你的 找別人 對啊 你的另一半啊 你的家人啊 是 對 所以我們去鬼屋或廢墟探險 也是不能直戶名字的 都是叫錯齁 或是你很討厭誰 你像我可能去鬼屋 我就一直喊著 豐德 豐德 我是陳豐德啊 很豐德啊 我是陳豐德啊 有一次找我陳豐德 在命案現場陳豐德 那或許有一天 你可能就會 睡覺睡覺半夜 不會吧 你就會遇到 我根本沒有去啊 啊 我叫你的名字啊 要不要試試看嘛 趕緊我去試試看嘛 不要不要 把你八字寫下來滿地傻這樣 沒必要這樣吧 試試看嘛 是不是你有題材啊 不要不要不要 那所以像做筆子這樣子 叫名字的一些習慣 在警戒也都是會有的嗎 處理事情不會講話 我們就是該去拉線去拉線 該拍照去拍照 不會叫名字 這是一個默契啊 如果有拆交啊 那邊黑白叫別弄 拆交啊我們也是跟他講說 你等一下在旁邊看著 你不要出嘴巴 你也不要動作 就看我們處理這樣 你學一次整個流程 我回到你前面講的那個故事 所以你女朋友 後來他也沒有再遇過類似的事情 後來沒有 但是後來是他的姐姐碰到 姐姐也碰到 我副理一個那個上吊的 那個上吊的女生跑去找他姐姐 你怎麼老是帶的 跟你在一起真的很衰 欸不對 那今天會不會換我們兩個帶下去 我們待會去又能跟你一個 對 突然你跟那個一個 然後叫我拜託 靠腰 只是錄個影啊 不要找我啊 趕緊我 你根本就叫我本名 瘋瘋的 瘋瘋的 他正砍了 數字線 叫我數字線 八線就好 好啦其實之前在鬼月的時候 我們就跟聽眾們分享過一些 鬼月的相關禁忌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有些禁忌 我們並沒有全部都談到 就有人提到說 鬼月是要避免 比如說要去買新車 或者是買新家 或者是搬家 這到底是甚麼道理啊 戴凱 我聽很多老師講過 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這好兄弟是比較活躍的 你在搬家的過程 你除了搬家具 也有可能把他搬進家裡 蛤 對 或者是你有可能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會進到你家裡面來 因為在你搬家或搬新家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是屬於沒有人住的 那有沒有可能空一陣子 沒有門神 沒有地基組怎樣的 嗯 沒有陽氣 對 進一出的情況下 你就把陰氣反而帶進來 然後當然買車也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盡可能不要在這時候交車啦 他們就覺得好像會除了買車之後 也會帶一些東西回家 有這麼一個禁忌 對 好像連買車的顏色也有差 往上文章說甚麼 白色黑色啊 讓人家聯想到這種喪失 對 所以可能白色黑色在這段期間 其實反而是不適合買的車子 也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也有說是晚上盡可能不要穿 黑色白色的衣服在外面走動 但是我會個人覺得說 這個是以你可以這麼的謹慎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台車 或者是黑色的或是白色的 你也不用怕都要這麼過度聯想 該買還是要買 就買 就買 好 其實說到車子 遠景在處理案件上 應該很多都會遇到 跟車子有關的一些新案 那柏林槓你遇過的案子 大概是怎麼樣的呢 我自己就分享過一篇 就是他是自負警察的時候 我們在路檢 深夜時分在路上領檢這樣 那就一步車子過來 然後有一個男生載著一個女性開過來 那我們請他停車之後上前盤查碼 那我們同事就上去盤查那個男生 我就一直負責觀察附近的狀況這樣 那後來我就 為什麼我同事好像沒有要看這個副駕駛座的樣子 這樣我覺得很奇怪 我請那個駕駛座 請他把副駕駛座從駕駛座下來這樣 那我檢查一下這個女性 欸? 所以奇怪 我看那個 駕駛座之後那個女生就不見了 嗯? 本來一個女性坐在副駕駛座 駕下來他就不見了 所以原本你有看到 有有有 他沒有表情 然後就坐在旁邊這樣 就一般的女性啊 那我就 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想說怎麼沒有人這樣 請他把駕駛座起來 叫他離開了 結果他從駕駛座起來要離開 欸? 那個女生出現了 唉? 一樣坐在那個位置上 動作跟剛剛一模一樣沒有變過 我察覺有意 我說不好意思大哥 你再把駕駛座趕下來一下 喔等一下又趕下來 嗯? 人又不見了 我說 同事說你是怎麼啦 我說不知道 你說你是不是太累是不是 還是你出現幻覺 上班上久了 那我就覺得這個有問題 我說大哥 旁邊停一下好了 我再看一下你的後面好不好 他說後面怎麼了 我說後面看一下 他說沒有啊 我不要給你看啊這樣 他拒絕我們給他檢查這樣 那這是OK的 這其實是可以的 是合理範圍啦 對合理 那我說那既然這樣 那你就離開吧這樣 他從頭又趕起來 我看欸? 那個女生又出現了欸 那我跟群左說 欸群左我想要去看一下 這不是車子有問題這樣 他說好啊 你要看你去看啊 那我就跟著他尾水在後面這樣 他看在一處山區 到一個小溪的附近 停著 看私下沒有人之後 他就把後面打開 把一個女生抱出來 然後就丟在那邊 啊? 準備要處理了這樣 那當然這個我們後來給他逮捕嘛 你跟學長坐在車上去 尾隨他 對就開警車到後面 然後到附近之後 我們把車燈關起來 拔出我們的警棍 先警戒嘛 然後把燈什麼燈啊 什麼警帽子 什麼燈都關起來 才不會暴露 那到後就看到他抱著一個女生大體這樣 整個要做買的動作 那後來我們就是給他逮捕嘛 帶回來做筆錄調查這樣 發現其實這女生跟他是朋友 那他可能對這女生追求不成 後續他就把他毒死這樣 毒死 毒死 好狠啊 所以那女的是出現在副駕駛座給你看到 對 沒有動作沒有表情就坐著 可能很悲傷吧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把原本跟這個男生還是好朋友的 你第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怎麼 可能還沒意識到自己死了 真的哦 有可能哦 因為突然吃了毒藥 是不是會有這樣的說法 可能人死後 變成鬼魂之後是沒辦法 第一時間意識到自己死了 然後還會去做著往常的這種行為 這個故事我跟妳講一個 就是之前不是花蓮火車翻覆單件 我個學長現在在職 他就是有去到裡面去支援 他說進去的時候就是一片黑 然後旁邊掛著很多石塊 跟一些人體的器官組織什麼的 那時候他們進去算是晚上了 所以他們已經前面的人已經活著啊 在教宗已經拉出來去救援送送醫 這樣剩下的都是可能找一些遺體這樣子 他們進去的時候就是一片安靜 只有他們心跳的聲音跟流汗 因為很熱噴噴 他們到最裡面的時候 搜索過 欸沒有人 沒有大體 準備要往後面的車廂繼續搜索 聽到有那個女生在尖叫 然後哭的聲音 嗯?他說欸好不然奈武郎 他覺得有人 他想要回去再搜索一次這樣 看能不能把人救出來這樣 那他們就把搜救隊的就是往後面叫 到後面去看 欸沒有人 聲音也不見了 那他就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欸小姐如果你有聽到我在這邊 你可以趕快呼救 我可以來把你拉出來把你救出來這樣 沒有人一片霧聲 他們又覺得很奇怪很詭異啊 往回走這樣 他們剛翻過來這車廂 聲音又出現 又開始尖叫 大家都聽到了嗎 都聽到了 然後 那個學長本來要回去 那個同事說 阿妹阿妹 可能都離開喔 不知道自己離開了這樣 就瞬間嘛 那個瞬間那個衝撞力道太大 分開什麼的 所以 可能還在驚嚇當中 可能他們還覺得自己還活著 還怎麼樣的 所以不要再回去了 就先這樣吧這樣 嗯 先搶救 目前還看得到活著的人 對對對對對 我一個朋友叫黃濤 他就專門在處理很多民宿怪事這些 那他曾經有接過一個案子 他就分享說 這個當事人買這台車是二手車 休旅的 買來之後這個駕駛呢 就姑且叫他小林好了 小林他就開這個車就說 他就開開開 他就覺得 因為他是業務 用車輛是很大的 到處跑這樣 他就覺得 奇怪 為什麼這個車子買來的時候 他這個radio 廣播 他會跳 就是動不動就突然 就跳到別的地方 就跳 那我們有開車的應該知道 像說我們從台北到中壢 有一段路 你就知道那個頻道就會變 但是你在台北市內開 你的頻道不太會變 這很正常 是 很少很少 他就覺得是這個壞掉 怎麼磁場受干擾壞掉 後來他們在開開的時候 他那個車子有那個 那個防撞的嗶嗶嗶 對不對 開開 他說他常常即便在馬路上 沒有人的時候 那個車子的右前方 就嗶嗶嗶嗶 一直叫 他就覺得應該是那個壞掉 然後他就再開回去 車子那邊做檢查 你也知道這種買的地方 對 就重新說 這車子有這個問題 然後廣播這個問題 但怎麼修 都是沒有用 就是檢查無意 但是開出去老毛病就犯 那他就覺得說其實很煩 但是你真的帶去廠那邊修 就是修不好 對 而且也真的也沒有影響到 你開車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他直到有一次 他在載一個客戶 然後再去拜訪干擾客戶的時候 那客戶他原本要進這樣車子 我問你 如果你今天給他載 你就坐哪裡 當然是坐副駕駛座 對 但是那個客戶坐在後座 當時那個小林就覺得 哇靠把我當下屎 提醒他這是個很不禮貌的行為 對 大家注意 那他想是客戶嗎 那算算 但是那個客戶的態度 又不是說一上車就睡覺幹嘛 他還是身體往前傾 跟小林有說有笑 幹嘛說謝謝 拍攝再錄 但是到下車之後 他才事後跟他說 他說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但是我剛剛要上車時 我看到你副駕駛座是有人的 就是可能有點不乾淨 對 他就這樣講 然後這個小林就開始覺得有點毛 因為他確實有聽過 這客戶是有陰陽眼的事情 那他看起來也不像是在冷宵圍 後來他就是很多怪事之後 他就最後去找到這個 才發現他是兇車 找到源頭 然後去問他幹嘛 但他沒有講這麼細節 是怎麼問到的 他那個車子是有 右前方撞死過人 就是在那個導航那邊 會嗶嗶嗶的感應器那附近 他是有撞死過人的 但那個魂就是一直在車上 對 那他有去找黃濤處理 那黃濤他就是幫他做進化啦 勤走啦 掛斧啦 但是小林還是毛啊 心裡還是毛 所以他那個車就最後是賣掉 布林剛那邊好像還有一起 關於車子有關的案子是不是 就是連續燒炭的部分 在某一個地方會連續燒炭 這故事是我聽我學長講的 他已經退休 那也離世了 對身體不好啦 在他們以前的轄區 某一個地方一個角落 只要到了某一個時刻 可能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就會有人開車去那邊燒炭 那都是來自外地的人去那邊燒炭 那個地方是一個小巷子小巷弄 那除非是在地點 不然就不會進去那邊 就是那個路是很小的路 可能就一部車子剛好這樣 怎麼看到那條路就不想開進去 對啊超不方便的啊 然後結果他們是在某個時候 某一個特定的時段 就都會去那邊燒炭 都是不同人 有點像是日本的那個青木園樹海 就是會有一個集中處 大家都會想去那邊親身 變成一個親身的集中地一樣 那後來就是首長也跟地方的里長 就是有協議說 請法師來這邊處理 那法師當然就是先簡單進化 然後把那個現場處理好之後 比較少發生這個燒炭的案件這樣 那後來就是又過一陣子 嗯?又開始了 所以他們就是排說 警察只要上班的時候 就要到現場去守望 其實我們警方不可能一直在那邊待著 我們有別的窮物跟別的業務要做 不可能一直在那邊 我們就會離開那邊 那離開之後又開始了 就是去那邊燒炭這樣 那後來我們首長就是 就請地方的法師去處理這樣 後來又比較少 可是又一直這樣無限輪迴 可能過個時間法律效力過了 就開始又有點燒炭這樣 那後來就是 那時候剛好我那個學長 那個叫幾個 他那時候下班了 他又準備返往他的住屋處 他就聞到一個燒炭燒焦的味道這樣 那他說他們去現場處理這個案子 就是燒炭的案子 都會聞到這個燒焦的味道 他覺得很熟悉 那時候開始已經 欸?剛好是兩三點 他想說不然下班了嘛 就沒事去那邊看一下這樣 他就騎他的機車到現場 然後就看到有一部車子 停在那邊開著大燈 窗戶都關起來 有一名男子正在裡面 不知道在幹嘛 他過去關心說 欸?先生先生怎麼 半夜這麼晚了 還在這邊逗留這樣 那個男生沒有理他 就是一樣在裡面坐著 然後眼睛睛閉起來了 他馬上打電話叫支援嘛 叫制服警察來 同事來處理這樣 因為過來要段時間 他就找那個有沒有什麼 可以 破壞車上的部分 擊破 對 就是要找那個手邊 可以擊破車上的東西 那時候那個男生 轉過來 看著他 把窗戶尬下來 說你還不要跟我一起 要不要一起啊 這樣 他就嚇到 我什麼什麼 跟你一起 先生你跟我先出來 先出來 那他聞到裡面 有那個很濃的炭味 他把他拉出來 那個男生說 要不要跟我一起 整個人變得很詭異 說出來之後 那個人就是昏過去 那可能沒有醒過來 說欸? 我哪裡在家? 我怎麼在這邊? 他自己也嚇一跳 怎麼在這裡這樣 那後來一查發現 他是外地的 那最近就是 可能工作上有些問題 碰到一些瓶頸 那他就是不叫不順啊 那等他行過來說就在這裡了這樣 他覺得很奇怪 那我說欸? 極哥不對啊 怎麼會 我去問他說 你怎麼會我拿這味道 他說 其實應該可能那個應該會是我 我說什麼是你 他說 其實那時候我工作也不順 我想要辭職 我覺得當警察好累喔 我覺得很負面這樣 所以原來是 我想說可能是極哥 因為他那時候也想要救人 應該是救人的意念 把他拉回來了 是 不然他有可能真的是會 有可能是他 聞到那個味道 然後那個味道會引導他 去那個地方 去那邊進行燒炭 有可能 其實這種東西是很常見的 蛤? 因為我們這是可以俗稱叫抓交替 對不對 那他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地點都是外地人 像之前彰化有個地方 他就是曾經發生過 這個上網查得到 他有這個新聞 這個屋主啊 全家死光只剩他一個人 我聽過 然後他都在同一個地方上吊 在他們的家裡的樓梯間上吊 那更扯的是 你說家裡人就算了 連他家人的朋友 也去他們家 跑來他家上吊不覺得很扯嗎 很奇怪 對啊 就像外地人 我怎麼會特地跑去 他不是打卡聖典 那個地點就像是一個 黑色的漩渦 黑洞 就是會把一些 你情緒比較低弱的 負能量的人 就莫名的吸引到這個地方 然後就做出一個 結束生命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會有很多 像說 9彎18拐在北部這邊 也有做陸記 陸記是怎樣 就是他這個路段 常常發生命案 他們就會在這地方進行陸記 就找法師來這邊 進化一下幹嘛的 雖然不能夠根治 但至少可能 壓個什麼東西 至少擋掉這一段期間 最多的時候 先讓他壓一壓這樣 就是不管是民間的鬼 或者是學校聯盟的鬼 都出來了 對 學校聯盟的鬼比較可怕 對 所以這段期間 其實是最可怕的 對 就是可能會做這種陸記 就像你剛剛講 我覺得這是常常在世界 在台灣各地很多地方都有 是 這種負能量的感覺 然後把大家都吸引過去 所以後來你有問雞哥 他的心情有比較好一點了嗎 他後來當然就是自己調適 然後工作上就是不要想這麼多 才漸漸走出來 那他是離開就是生病嗎 他後來就退休 退休之後過 好像沒有半年就走了 就生病就死了 喔 至少不是因為親生而亡 喔不是不是不是 對 他應該是因為他有那個正面 想要救這個人 所以他把他的命 就是有重新救回來這樣 喔 OK 對 但也因為他有那樣一些負能量 才會聞到那個碳火味 對 才會讓他第一時間 聯想到 這個時間那邊可能會有人 這故事真的聽起來蠻毛的 那麼這一次 既然邀請到兩位來賓 我們來合體互告 當然不能夠只錄製一集 下一集我們同一位邀請到兩位 再來談一談關於一些 跟鬼有關的案件 聽眾們千萬不要錯過 那麼這一集的我在玩現場 我們就談到這邊 也感謝錯別字 以及不禮告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掰掰 謝謝掰掰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 isgram 臉書 以及YouTube 搜尋訂閱 我在 暗發現場